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顾问会 在战国七雄中 秦国的实力是数一数二 原来秦国在商鞅变法后 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国家很快的富强起来 建立起了一支能争善战的秦军 从秦孝公开始 秦国的历代国军通过对外战争夺取了很多土地 齐楚燕照未寒 这六国看到秦国这样厉害 都很害怕 就想把六个国家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秦国 也就是合纵抗秦 而另一派就是主张和秦国亲近 这一派被称为连恒 主张连恒的人认为 不论哪个国家 只有和秦国联盟去对付其他国家 才能取得胜利 当时倡导连恒最著名的人就是张仪 张仪从小读了很多书 相传他拜鬼谷子为师 在学到了一套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本领后 就下山到各国游说 可是因为他出身贫寒 很多人就瞧不起他 后来他听说 这楚国的相国昭阳正在招揽天下有才能的人做门客 就去投奔这个昭阳 做了他的门客 这昭阳是四处征战 为楚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楚王大喜之下 就把国宝和氏碧赏赐给了他 这昭阳是十分真爱他 是常常待在身边是赏完 一日 这昭阳是大宴宾客后 拿出和氏碧炫耀给大家传看 谁知宴席散后 发现这玉碧不见了 这昭阳很着急 便命人是四处寻找 可怎么也找不到 这时有人对昭阳说 这宝贝一定是让张仪这个穷鬼偷去了 那昭阳看看张仪那个寒酸的样子 也起了疑心 于是就叫人把张仪捆绑起来 用鞭子是痛打他 让他承认是偷了宝玉 最后打的张仪是皮开肉战 鲜血直流 他也不承认 昭阳眼看那个张仪都快被打死了 才叫人住手 有人见他可怜 把他送回家中 那他的妻子见到这样的惨状 心疼的哭着说 在家老老实实种地 哪里会受这种罪 张仪是气息微弱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不要难过 你瞧瞧我的舌头还在吗 他的妻子是好气又好笑的说 你这个死东西 打得这么重 你还开玩笑 打在你身上 还能把舌头打掉 张仪安慰妻子说 舌头没打掉就好 只要舌头还在 我什么都不怕 半年后 张仪的伤口愈合 楚国也待不下去了 他就离开楚国 投奔了秦国 张仪来到秦国后 秦惠王很赏识他的才感 没有嫌弃张仪的贫寒 让他做了克卿 公元前328年 为张仪和公子华奉命领兵攻打魏国 一举是攻下了魏国的濮阳城 那张仪趁机向秦惠王献上了自己连横的计策 他建议这秦王把濮阳还给魏国 把公子尧是送到魏国去当人治 而他正好趁这个机会接近魏王 劝说魏王 投靠秦国 秦惠王同意了张仪的建议 张仪来到魏国后 对魏王说 秦国对待魏国可是真心实意的好啊 得到诚持不说 反而又送人治来到魏国 魏国怎么说也不应对秦国施礼啊 应该想办法来报答一下吧 那怎么报答呢 魏王问道 秦国是只喜欢土地 魏国只要能送一些地方给秦国 秦国一定会把魏国视为兄弟之国 如果秦魏结成联盟 合兵讨伐其他诸侯国 魏国将来从别的国家取得的土地 肯定会比送给秦国的土地多很多倍 这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心 于是把上郡十五县和河西重镇少梁献给了秦国 从此秦魏和好 那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 那至此黄河以西地区全部归秦所有 那张仪是回到秦国后立即就被秦魏王提拔为相 得到重用 为了使魏国进一步臣服于秦国 那张仪于公元前三百二十二年辞去秦国相位 来到了魏国 这魏王因为张仪的名声很大 就让他做了魏国的相国 那张仪当上相国后 一有机会便劝说魏王归顺秦国 那经过张仪的不断游说 那秦王思虑再三 最后同意了张仪的观点 不久魏王派太子到秦国去朝见秦王 向秦表示愿意归顺 那楚国的国君楚怀王 听说张仪成了这个秦国的相国 十分不安 担心张仪会因为朝阳这个诬赖他 投玉璧的事情向楚国报复 就与齐国结成了联盟 共同对付秦国 那齐楚都是大国 对秦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张仪自告奋勇 向秦王请求去拆散这个齐楚联盟 这秦王答应了公元前三百一十三年 张仪来到楚国 他知道楚王是最宠信的大臣 是上官大夫晋尚 而这个晋尚又是个贪财的小人 就暗地送去了许多的金银财宝 这晋尚得到了贿赂 是处处帮着张仪说话 张仪见到楚怀王 根本不提以前在楚国授赂之事 只是表示此次来是为了秦楚两国的友好 这楚怀王也很高兴地说 和秦国结盟友好是楚国多年的愿望 张仪接着说 当今天下的七个国家中 实际上只有秦楚齐最强大 如果秦国和齐国联合 那么齐国就强了 如果秦国和楚国联合 那么楚国就强了 这秦国很愿意和楚国结盟 但前提是楚国必须和齐国断交 如果大王和齐国断交 那么秦国愿意送给楚国六百里的土地 这楚王一听非常高兴啊 马上答应和齐国断交 这朝中大臣大多数都赞成楚王的决定 只有大臣陈真和屈元表示反对 并劝楚怀王不要上当 那么这时被张仪收买的晋上 出来说道 你们说的轻巧 不跟齐国断交 秦国能把六百里的土地白白送给我们 这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儿 楚怀王一听 这话有理 于是一面派人去与这个齐国断交 一面派人随张仪去秦国 办理这个土地 移交手续 可是到了秦国 张仪假装摔断了腿 躲了起来 那楚国使臣等了三个月 也不见张仪的面 就直接给秦桧王写了一封信 说明张仪答应给楚国土地的事儿 这秦桧王答复说 张仪答应的事儿一定会照办的 但必须看到秦国与齐国断交的文书 方能照办 这使臣把这意思报告给楚怀王 这怀王以为秦国嫌他与齐国断交不坚决 就派人去齐国边境上是惹是生非 挑起边境战争 这齐王很生气 就派人去秦国 约好一起打楚国 张仪一看自己的计谋得逞了 就去见楚国使臣 让他回去接受自己六里土地 使臣一听大吃一惊说 什么六里 我们大王告诉我的是六百里 张仪若无其事的说 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 我说的是六里 秦国的土地都是血汗换来的 怎么会白白的送人呢 这使臣回来报告 这楚王可气坏了 马上下令发兵十万是攻打秦国 可是秦国早有准备 齐国也派兵前来助阵 结果储君大败而归 又损失了大片的土地 张仪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个国家之间互相游戏 破坏了其他各国和纵抗秦的计划 在秦国最后一统天下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也因此被秦王封为五信君 秦惠文王死后 因为继位的秦武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 张仪逃到魏国并出任魏相 两年后并逝中国谋事系列第三集 我是杨堂主 关注我 齐齐都精彩